大家好 我是走遍中国300个城市的车牌旅行 今天我流窜到了四川税林来拍车 这个地方是一个跨铁路的人行天桥 只可惜它这个天桥呀 全部用这个栅栏给包裹起来了 这个网密密麻麻的 其实对拍摄有很大的影响 今天出师不利呀 刚才我骑了一个共享单车 为了赶那个火车的时间呢 骑的有点快 结果一不小心就给我摔了一个狗啃屎 把我的右手手挡给摔破了 流血了 然后我的右脚膝盖部分呢 裤子也给我摔破了 膝盖呢也摔流血了 现在痛得要命呢 我打算下午回去找一个地方清创去 风雨过后见彩虹 塞那一跤就是我的风雨 这一列动车就是我的彩虹 正式介绍一下 这一列是从汉口到成都的动2259自动车 它从汉口出发的时间是上午10点36分 沿途停靠 汉川 全江 新州 宇昌东 建许 恩施 立川 石柱 福林北 重庆北 税宁 共11座车站 在当日下午9点39分到达成都东 全村运行9小时03分 现在来了一列普快 它是从成都到深圳西的快588自列车 它从成都出发的时间是下午17点52分 沿途停靠 穗宁 河川 重庆北 河岭 千江 同仁 淮化 惠桐 晋州 通道 荣安 柳州 惠港 玉林 文帝 河村 华州 茂名西 赵庆 博山 广州 共21座车站 在第三天早上6点38分到达深圳西 全村运行36小时46分 同样是到广东的车 成都还有一趟车126 那个车比这个车走的路线远的多 但它用的时间去比这个车足足少了6个多小时 这就有意思了 跑得远的用时短 跑得近的反而用时长 有意思 这趟车是从上海虹桥到成都中的共353次列车 是从上海出发的时间是早上6点13分 在当日晚上20点25分到达成都中 作为一个曾经在上海待了7年时间的人 看到这趟车被感情切啊 这条铁路叫碎鱼铁路 就是从碎尼到重庆的铁路 它全长只有一百多公里 所以呢 经过这里的火车啊 很少 今天下午啊 一共就拍了这么些 还摔了一跤